2000年前的飞机跑道你见过吗? 2000年前,是谁在山上画了个宇航员?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? 在秘鲁南部的内斯卡荒原,看起来一片荒芜,就像火星的表面一样。 但只要你乘坐飞机上升到300米以上的高空时,你就能发现这样的画面。 这是一只蜘蛛,它长达50米。 这是一只猴子,它长达100米。 这是一只蜂鸟,它长达300米。 这是一只秃鹫,仅是它的翼展,就长达120米。 还有这个崖壁上的巨人,一只手指着天,一只手指着地,是在给我们打招呼,还是在暗示它们与天上有着某些联系。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它,这哪里是地球人的特征,更像是一名戴着头盔的宇航员,不是吗? 这些图案通通出现在2000年以前,但直到现在我们才不断地发现它们。 仅在2015年就又发现了24个新的,并且,在不远处的帕拉伊索考古遗址中,还发现了12座金字塔。 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? 或许,它们早就预料到人类文明会发展到今天,拥有飞机是早晚的事情。 通过这些图案在告诉我们,它们曾经来过,并亲切地跟我们打个招呼,我不知道此刻的大家在想些什么。 我们是否能从这些古老的线索中,找到人类迷失的记忆,还原地球发展的历程吗? 不仅如此,打开卫星地图,无论是这些图案也好,还是复活节岛的石像也好。 它们其实都在一条直线上,胡书的金字塔在这儿,波斯帝国的波斯波利斯在这儿,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在这儿,柬埔寨的吴戈库在这儿,印加的马丘比丘也在这儿。 它们都在这儿,这不是赤道,但它们确实都在一条直线上。 这是巧合吗?并非是巧合吧。 眼前你所见的这些神秘怪异巨大的图案,已经在内斯卡荒原上存在了数千年,比麦田怪圈更加神秘。 有些图案甚至用飞机都难以看清楚,必须要借助卫星才能一探其面貌。 在几千年前,究竟是谁在这里创作,创作好后又究竟是给谁看? 更细思极恐的是,谁又能看得到这些图案? 最关键的是,当时的古内斯卡人到底是怎么画出的这些图案? 是在路上边走边画的吗? 显然不是,这些画都无比的巨大,和那些麦田怪圈不是一个层次。 比如这个三角形的图画,周长夹起来就接近50公里,大到坐在飞机上都无法判别,还是通过卫星发现的。 这条最长的直线甚至直接穿过了河流,穿过了山脉,就像一条飞机跑道。 我们都知道实际的地面肯定不是平坦的,但从空中看起来它就非常的笔直。 我们纯粹在地上走,足迹都显得弯弯扭扭,更别说在如此陡峭,距离如此直长的地面上作画了。 可想而知,当时创作这个图案的人难度有多大? 可以这么说,如果不是在空中指挥? 当时在地上画画的人根本就无法独自完成这个图案。 还有,这么大的图案显然不是给陆地上的人看的,因为陆地上的人根本就看不了,那画出来到底是给谁看的? 有没有可能当时的人们确实掌握了热气球之类的技术,才能在高空中作画? 事实上,内斯卡文化里从来就没有记载过他们有热气球相关的一些内容。 并且,我们人类是在18世纪末才掌握了载人热气球飞行的技术。 按照科技发展历程来看,当时的古内斯卡人根本不可能有能力飞到天上去。 这些存在了几千年的奇怪图案,多达800多个笔直的线条,300多个几何形的图案,以及70多种动植物的造型。 我们至今找不到它的来源,更触及不到它的发展。 如同凭空出现一般,并且在这些图案中,很多动物的图案并非本土物种。 在遥远的几千年前,生活在这里的古内斯卡人到底是在哪里见到了这些东西,还画在了自己的地盘上。 德国的女科学家玛丽亚雷奇为了弄清这些图案,从1948年开始,她按照原有的线路痕迹修复了近万个线条。 60多个图像,以及40多个不规则图形,在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实地考察与高空飞行勘探之后,发现这些巨大的图案居然是古内斯卡人所绘制的银河系星图,代表着我们银河系中的星团和星座。 这些延伸出去的直线则代表着星系的运动轨迹和坐标轴。 不仅如此,德雷斯顿大学也研究发现,这些线条内的磁场和导电率居然比周围高出了8000倍之多,得出了一个令科学界为之震战的结论。 这些比值和规则的线条应该是用类似激光的电力设备所绘制的。 这真的令人感到无比的震撼,我不禁联想到另一个事情。 1989年发射的旅行者2号探测器通过12年的飞行拍摄到了海王星,我们第一次得知那是一个蓝色的星球。 而距今6000年前的苏美尔人早已经绘制出了太阳系天体的位置,并且明确地记载了海王星是蓝色的。 他们还顺手画出了一个我们至今都仍没有发现的尼比鲁星球。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? 穿越遥远的时空,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未知的了解和追求。 虽然我们人类对现代文明时有着非常完整的记载,但对于古文明的了解确实是太少了。 这些时不时出现的金石之作,更是让我们摸不着头脑, 已经全部流失在时光的海洋中了。